你好 董正龍 中央大學數學碩士 現在是超人行銷公司的執行長 我們是一間網路行銷公司 那非常感謝大家 對於我前幾天 針對韓國瑜先生 所錄製的一部影片 非常熱門的留言 為了平衡 或是客觀的來 比較高雄市長候選人的 政見 所以我特別在這部影片裡面 要來談談 陳其邁先生的 一些語錄 我替他整理出他的七大語錄 五大網路行銷策略 還有我兩點個人給他的 良心建議 還有最後我們再來玩一下 就是陳其邁 你認為他會不會當選的 一千個理由 首先他提出了 智慧城市經濟首都 就是說 希望高雄能夠發展人工智慧 就是AI 然後把整個科技 再往上提升到 一個新的層次 然後經濟首都也是一樣 就是要拼經濟 在經濟上能夠復甦的首都 再來是陳其邁先生說 在準備要參選 高雄市長候選人 他說一句話叫 20連磨一劍 我準備好了 代表他想要把他最年輕 的歲月 最有活力的歲月 貢獻給高雄市 我發現磨一劍的磨劍的 我打錯了 不好意思 不是故意的 但是基本上也是 有點像韓國瑜先生說 開工 沒有回頭見 好像是這樣子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展現決心的意思 OK 那語錄三呢是呢 前陣子公開了 就是陳其邁團隊的發言人 總共就被媒體稱為 八家將 然後韓國瑜先生說 三個臭皮將 然後對上八家將 所以呢他們呢 提出來一個口號 就叫做在地聲音代言高雄 最主要是呢 這八個人呢 都是在地的高雄人 而且都是平均年齡 好像在27歲左右 來代言高雄 希望能夠把高雄最真實的聲音 最真實的那個 比較接地氣的感覺呢 把它呈現出來 那再來呢 是在某一部影片裡面呢 他提出了推動工業4.0 邁向新時代 這跟智慧城市有一點像 那什麼叫工業4.0呢 其實也沒有太多網路上的訊息 但簡單來講就是 整合現在最流行的 人工智慧物聯網 等最新的科技 然後能夠把原本市政呢 比較慢 或人工的一些 申請繁雜手續呢 把它整個加速 有一點像是 呃 就是全面網路化 還有更新的一些措施 當然這個 這個政見呢 有沒有打到 就是一般年輕人 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你有你自己的想法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這邊就不會評論 那再來呢 他提出 針對青年的選票 提出了一個青年創業 我挺你的活動 就是 基本上就提出了 就是要頂呢 這個 呃 青創 就是青年創業 然後 方便年輕人 然後能夠更容易創業 貸款的利率更降低等等 然後文化創業 文創還有微創還有微型創業 都能夠協助更多人 然後能夠 有一些文化方面的創業 還有微型方面的創業 比如說開 那個 咖啡廳就是屬於微型創業 OK這個政策 說實在話 客觀來講是不錯的 就是 鼓勵呢 在高雄在地年輕人創業 因為高雄的年輕人 將近四分之三 現在是外流到北部去 所以呢 當然如果他願意在高雄創業的話 當然就可以 比較留得住 好 第六個呢 是我聽到一個 蠻有 創意的名詞 叫數位人權 那提出一個口號叫做 解決數位落差 實現數位公平機會 簡單來講就是 城鄉差距嘛 因為高雄一些偏鄉 他們的學生 仍然沒有充分的網路資源 那 陳其邁先生說 這個是 我們需要捍衛這些學生 偏鄉的學生的 數位人權 那因為我自己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長期 在 從2012年 就在高雄 各大學校 國中高中 大學 國小 那我大概 演講了 至少300場的人權的 就是大概 至少100場 200場吧 人權的講座 所以呢 我對於支持人權 是 捍衛人權 是 是 處在第一線 那的確 就是如果 數位人權是存在的 那的確這個政策 會幫助到很多 偏鄉的那個 兒童 那 語錄7呢 是 是屬於社會福福利 方面的政策 就是三個優先 第一個是 弱勢優先 就是照顧那個 老弱 老弱病人 然後優先 然後社區優先 服務優先 那細節 我沒有太深究 基本上 就是要協助這個社區 然後多一些 串聯 然後呢 並且呢 推動食物銀行 那我上網搜尋了一下 所謂食物銀行呢 就是把你平常呢 吃剩的 或吃不完的 然後捐助在各地的食物銀行的單位裡面 然後他們呢 會再 幫你去分送給一些 吃不飽的人 就是需要協助的 那些 老弱的 老弱的 那個 人民 所以呢 這個是社會福利政策 那 客觀來講 也是不錯 幫助 一些人 需要然後 需要幫助的人 好 那這七個語錄呢 大致上 就是陳其邁先生 呃 我 簡單的研究之後呢 發現他提出來的 呃 政策 還有語錄 好 那他有沒有用 什麼網路行銷策略 其實我就很 很簡單的整理一下 第一個是 呃 他們的團隊裡面 有一個是網紅 就是面線妹 那他 就是利用面線妹 然後來替他 替他說話 所以面線妹最近 那個 滿上新聞版面的 對 那非常好 這沒什麼不好 跟柯P 呃 使用網紅的策略 是一樣的 那第二個呢 是他們的Facebook 的粉絲團呢 經營起來 就以人數來講 我們不以樂弱程度 或者是支持度來講 就以 純人數來講 陳其邁先生是 大概11萬 那韓國瑜先生 現在大概8萬 所以呢 是比較成功一點 但是呢 如果就以呢 留言的支持度來講 呢 我聽說啦 因為我沒有仔細研究 觀察 但是呢 好像有不少人會跑去 陳其邁先生的粉絲頁 謾罵 然後那些留言會被刪除掉 那這也是 這也是正常啦 那當然 非常勤於開直播 這些都是非常正確的策略 網路行銷的策略 那再來呢 他也有使用Light 雖然人數呢 是 低於那個韓國瑜先生 但是呢 使用一些最新的數位行銷工具呢 都一定是會有加分的效果 然後再來呢 是比較特別的是呢 我有觀察 陳其邁先生 他們有專屬的YouTube的頻道 那我一開始啊 如果你在YouTube上面搜尋韓國瑜 你還真的找不到他的頻道 讓我一度認為 韓國瑜先生 怎麼沒有用YouTube的頻道 可是後來呢 我一直往下拉 一直往下拉 才發現 有 韓國瑜先生他有一個YouTube頻道 可是呢 幾乎沒有人發現 因為他訂閱數只有300人左右 而陳其邁先生的 YouTube頻道呢 大概有1000出頭的人訂閱 那他呢 是把他所有的證件 然後 都 最新的影片 也都有上傳到 他的YouTube頻道 所以我的很多 關於他證件或輿錄 其實是參考他的YouTube頻道 這一點他是做的 客觀來講 是比韓國瑜先生好 因為其實我會建議 現在 現在就是影片的時代嘛 那韓國瑜先生 如果能夠把他 在Facebook 直播 或等等呢 同步在YouTube上面呢 會更方便網民呢 在YouTube搜尋的時候 然後找到他的影片 特別是我觀察一下 韓國瑜先生的YouTube頻道 那有些都是很老舊 或者是根本沒有在更新 這一點有點 我說實在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他們自己 競選團隊成立的 還是就是路人甲 隨便打一個叫韓國瑜 然後就上傳他一些東西 那這一點的部分呢 陳其邁先生的確是 的確是做的 就以人數來講 是做的比較好 但是呢 就以支持度來講呢 陳其邁先生的每一支YouTube影片呢 我的觀察是 他都把留言功能給關閉了 那這個跟在YouTube上面呢 的一個現象 就是只要是陳其邁的影片 都會被麻煩 那韓國瑜先生的影片都會被支持 可能有關 因為可能是他自己的影片下面 有太多負面留言 所以他們把它關閉 那這一點要怎麼解決呢 我們後面呢 我會有一些個人的簡單的建議 那再來就是他的個人的品牌的部分 那我說實在話 因為我關注這場選舉 真的沒有太久 我入籍在高雄 也才這幾個月的事情 所以我走到外面的時候 一開始其實都看到陳其邁的海報 他上面就寫了大大四個字 正義溫暖 然後就加上他長得看起來比較實穩一點 所以其實就客觀形象來講 他一開始給我還不錯的感覺 但是呢 當然要了解一個人說看外表之外 還要深入他的政見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就他給人家的感覺 他希望帶給人家一個正義溫暖的感覺 其實 其實 在某種程度上是做對 因為他有凸顯出他個人的外在的優勢 但是呢 其實我等一下的建議呢 是會談到他真正的問題呢 應該 不是他外表上的優勢而已 就像那個 我們就不提其他政治人物 所以呢 我給的第一個建議 良心的建議是呢 從實人民的信任 為什麼 因為呢 根據我觀察看那麼多人去評價陳其邁先生 大部分的人都不相信他 所以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跟韓國瑜先生的差別 因為呢 這很像一個柯P現象 我們舉柯P來講 柯P呢 在這個風頭上 他講錯話都沒事啊 就好像金鐘罩一樣 但是如果他的對手搖文字 包一隻貓講錯一句話 全部都會被幹爆 所以你知道我意思啊 就是 所以呢 贏得民心 你基本上這種 帶給人家那種深層的信任感 其實是 做人最難的一件事 信任可以在一夕之間就不見 但是卻需要很長期的累積 所以呢 根據我觀察呢 很多人其實是長期觀察韓國瑜先生 然後呢 最後下一個結論說 他的值得信任 我願意給你一次機會 所以呢 不管你提什麼 我願意相信你 你這個不是 不是亂講的 你的證件不是亂講 我相信你講的話 這個東西 這個信任感 遠比 遠比你提的證件有多好還重要 因為 因為 陳先生在 至少在YouTube上面 他 比較明顯感受到 相對韓國瑜先生 比較沒有得到人民的信任 所以呢 其實我前面 有提一些 他的見證 就是在語錄的地方 其實他提的證件 有一些我們客觀來講 是很好的 但是問題就是呢 那人民 信不信 你講這個是真話 是真的會去做 還是只是講講而已 是用來騙選票的 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呢 我的具體的建議其實是這樣子 陳賽先生他沒有 根據我觀察 沒有直接的去 去針對這一點 來做一波活動 那他被人民 攻擊的最嚴重 但是他本人沒有出來 去澄清或者是去 去逆轉這個點的 就是呢 因為他爸爸貪污 所以呢 他被稱為貪二代 那他最近呢 雪上加霜的 就是又挺 說陳水扁 要不要給他特色 哇這個慘了 陳水扁他也是貪污啊 那馬上呢 就讓人家 就有一個網民 我看到他留言就說 欸貪二代挺貪一代 那這個話就真的很難聽 我們 我們就以我身為人權講師來講 你罵人家 貪二代 說實在是一種語言霸凌 因為他爸爸如果犯罪 難道 難道小孩子就應該一輩子被冠上 他是罪犯的小孩 那一輩子抬不起頭嗎 這其實是一種語言霸凌的一部分 但是問題來 就是為什麼人民會一直針對他的這個點去戳 就是因為他 他失去了這個信任 所以呢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建議呢來打一波廣告 主要呢是向大家呢 說明呢 爸爸怎樣 並不代表小孩也會怎樣 用一種間接的方式 其實不需要直接的去澄清 因為畢竟 貪污的事實 是一個事實 那你去硬拗 一定會越拗 越描越黑 但是呢如果呢 你能夠用一種間接的方式 直接針對這個人民對你最不信任的點 來逆打一波 說第二代拍點買除喝孫 你知道我意思嗎 如果他願意去正視這件事情的話 相信 相信 對他挽回人民的信心會有一些幫助 這是我良心的建議 那第二點呢是屬於網路生育管理 因為很顯然 陳曉愛先生在網路上的封品 並不是很好 那當然他的競選策略呢 他可以不用太在乎網路上的聲譽 為什麼 因為高雄的主要票倉 他的穩定的票倉 都是在原本他打的很好的政商關係 或者是公家單位 他去鞏固這些公家單位 原本的票倉 然後呢還有那些阿公阿嬤 根本就是聲率的 根本不會 不管什麼政見 就是會投陳其邁的人 所以說實在話 只有 比較年輕的族群 他們才在網路上會比較活躍一點 那至於年輕族群 在高雄又 絕大部分四分之三是外移的 所以呢 只要這一群年輕人沒有回來 雖然這一群年輕人 比較站在韓國瑜的這邊 但是由於呢 這個地理位置的 距離 如果這一群支持他 在網路上支持他 沒有回來高雄投票 其實陳其邁先生是 依照他目前的策略 是非常可能當選 但是呢 這並不代表 在這個網路的世界 你就可以忽略掉 生育管理 網路生育管理 它其實是一門學問 它主要就是用來處理 網路行銷裡面呢 特別用來處理 當一間公司 或一個公司的串辦人 他有一些負面的新聞 特別是一些事實的話 你要怎麼樣盡可能的降低 這個負面事實的 在網路上的曝光 或者是對這一間公司的傷害 那目前看起來 陳其邁先生的做法 或競選團隊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YouTube 既然留言都是不好的 那我們就不要開 不要開留言的功能 那Facebook 既然有留一些不好的 那我們就 就都把它全部刪掉 這是一種方式 的確是一種回應方式 但是這並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 因為完全沒有解釋 然後看到負面的東西 就直接刪掉 其實會讓那些攻擊的人 越想要攻擊 而且停不下來 因為並沒有正面的去 回應這些人的心神 這些人的攻擊 那我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川普啊 就非常有意願去回應 那些 那些媒體 或者是一些 甚至一些名人 對他的攻擊 他這一點敢讚 這一點我還蠻佩服的 雖然他常常因此呢 被一些媒體罵說 好像沒有風度啊 小氣啊 霸凌人家 還是什麼的 或者是說 怎麼情緒這麼容易 就受到影響 但是呢 當人民一直在跟你反應 他們對你不滿的地方的時候 你卻完全都以拒絕溝通 或刪除溝通去處理 那絕對不會是一個最佳的策略 相對的 如果能夠針對這些聲音 就像這些聲音裡面 有很多都是屬於信任感的問題 好 信任感的問題 那如果能夠針對這些聲音 去做一些適當的處理 或者是間接的處理 或間接的回應 我相信呢 都會對他的攻擊的聲量 可能會稍微降低一點 這是從網路行銷上 比較專業的建議 那當然實際上要怎麼做 在留待陳其邁先生的團隊去思索 那最後呢 跟韓國瑜先生一樣 我們也很客觀的來 來玩一下一個留言接龍 接力的比賽 如果你認為 就是我們來留言一下 你認為你是不是支持陳其邁先生 當選還是不當選的一千個理由 那這個遊戲規則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支持他當選 那請你呢 點擊這個 例如說這是YouTube的影片 YouTube影片的不喜歡 請記得是你支持要點不喜歡 如果你不支持陳其邁先生當選高雄市長 你就點喜歡 為什麼要這樣子規定呢 因為主要原因是因為呢 如果當這部影片 他的不喜歡的人數太多 因為通常 韓國瑜先生的支持者都會點 不喜歡對不對 那不喜歡人數太多的話 這支影片的曝光會被YouTube降低 那我不希望我錄一部影片 最後呢 整個曝光都消失掉 所以呢如果你是支持韓國瑜先生 請你點擊喜歡這部影片 那如果你是不支持陳其邁先生 也歡迎你點擊喜歡 那如果你是支持陳其邁先生 那請點不喜歡 然後在下面留言你的理由 一樣呢 我們按照編號 盡可能按照編號 那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編號 是多少 你就看留言總數是多少 然後我們看能不能在最短時間內呢 重破一千則留言 OK 就這樣子 那我希望呢 能夠透過呢 對雙方的政見 互相比較 然後那我們呢 理性的去探討 因為說實在話 我是盡可能抱持客觀 然後 不口出惡言 那 就像韓國瑜先生 他的這個 態度 我覺得 就是一個良性的政治的競選 而不是 惡意的 抹黑 攻擊 基本上我支持這個理念 所以呢 我錄製這支影片呢 我也不會口出惡語 所以呢 我也不會建議大家留言的時候 口出惡語 我們非常有風度 就是比政見 然後 如果你真的不信任他 你就講你不信任他 好 這個是你 信不信任一個人 是你個人的感覺 好 別人沒辦法拒絕 說 你 你不能說你不信任我 這樣子 所以呢 就這樣子吧 那就 歡迎你留言 讓這支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 好 那我們再看 結果如何 拜拜